寄人之急 救人之违 在以前 宋朝的时候 有一位叫做王增的青年 有一年 他正要启程到京城参加考试 就在这赴京赶考的途中 有一天 他经过了某一个地方上的小村庄 突然间 他看到了一对母女 正跪在路旁哭泣着 而且哭声甚为悲泣 王增看到了这样的状况后 甚感不解 便究竟询问了住在这附近的邻居 而邻居便说 这对母女呢 家里很穷 并且又击欠了公家很多的钱 官府催逼的景 所以啊 只好准备将女儿卖掉 来偿还债款 而现在母女俩即将面临离别的痛苦 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有机会见面 所以啊 才会哭得这么悲伤呢 当王增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呢 便想了一想说 我这次附近赶考 身上所带的盘缠还算宽裕 只要我节省一点 辛苦一点的话 便可以留下一些钱来帮助这对可怜的母女 免去她们目前急切的需要 以及可能面临的离别之苦呢 王增思考完之后啊 便上前告诉这位母亲说 这个大婶 你可以把女儿卖给我 我因为做官 必须要经常的往来 路过此地 这样的话 你们母女俩就可以时常见面啦 这位母亲听完了之后呢 非常的高兴 并充满感激地同意将女儿卖给王增 而王增呢 便将钱交给了这位母亲 并约定三日后就要来将她的女儿带走 然而 三天后 而王增呢 却一直都没出现 后来 这对母女便到王增投诉的地方去拜访 但是 却没有想到 王增已经先行离去了 但是 她却留下了一封信 信中 王增还不忘丁宁这位母亲 要她赶快拿着这笔钱 先清偿掉所有基线公家的钱 并且 为她的女儿找一位忠实可靠的人家嫁 这样 才不忘她的一番苦心 母女俩看完信后 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庆幸自己能够遇到像王增 这样一位行善不居公 施恩不忘报 有伟大情操的人呐 行善不居公 施恩不忘报 后来呢 王增啊 连续三次都高中了榜首 做到了很高的官位 又过了不久 王增当上了宰相 并且被皇帝封为遗国公呢 王增这样的行为啊 便是寄人之急 救人之为的最好典范呢 这测隐之心啊 人皆有之 我们为人处事 应当本着同理心 以自己的能力所及 适时的去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同情 并怜悯他人的苦难 这样啊 才是人性可贵的地方的 嗯 我们应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哈哈哈 这样 你们大家都了解了吗 嗯 爷爷 我们了解了 我们了解了 哈哈哈 哇 这里有好多 哇 好多香菇 阿达阿达 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呢 你看 这里以前好像都没有来过的样子 哎呦 不会啦 我们再往里面去找找 里面的香菇啊 搞不好会更多呢 哦 好吧 哦 好吧 哎 那是什么 哎 这么可爱的菩萨 怎么会这样的倒在这边 没人理呢 嗯 一定是今天清晨下大雨的关系吧 嗯 好吧 好吧 阿辅 来将菩萨给补起来吧 哦 好吧 啊 有 我 啊 啊 阿辅 一 二 三 oh 阿辅 用力一点 再用力一点 阿达 用力 用力了 真是有够重 就是了 不过 还是把它给放好了 对啊 这样就没问题了 那是什么 等一下 你不要跑 阿达 你等一下 等等我了 小弟弟 小妹妹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的家在哪里 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了些什么了吗 应该 应该是没有 大哥哥 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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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妈妈 这位哥哥 事情是这样子的了 我们是住在这个深山里面的人家 今天清晨 我们正和妈妈出去采收食物 正走到一半的时候 却突然间听到一声 轰隆的巨响 原来是小山坡上的土石 跑着我们滚了下来 妈妈在那一瞬间 快速地把我们推开 但是 但是他自己却被土石给 给埋了起来 这位哥哥 我们各自小 搬不动土石 又找不到其他的人帮忙 所以 可不可以请你们帮帮忙 救救我妈妈 好 你们赶快带我去 哥哥会帮你们 把妈妈给救出来的 阿达 这样的话 我们会不会太晚回家了呢 爷爷不是教过我们 寄人之急 救人之为吗 现在 这弟弟妹妹的妈妈 有生命危险 我们晚一点回去 又有什么关系呢 都已经这么久了 怎么都还没到啊 就是啊 大哥哥 对不起 你再忍耐一下 就快要到了 就是这里 大哥哥 你们看 你们看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我妈妈就是被土石 埋在这里的 我妈妈 妈妈 妈妈 短短 倩倩 你们回来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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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忍耐一下 我已经找来了 两位好心的哥哥来帮忙了 你再等一等 我们马上就可以 把你救出来了 这位阿姨 你再忍耐一下 我马上就会把你给救出来的 我们快点 移开这些土石 好 加油 好不容易 终于搬完了 就是啊 真是累逼了 妈妈 妈妈 阿达 阿福 真是谢谢你们 不会啦 这是应该的 我们爷爷教我们要 忌人之急 救人之危呢 而且做好事 我们自己也很快乐啊 对啊 我也是这样觉得 太阳会下山了 我们要赶快回去了 要不然 一定会被妈妈给骂惨了啦 对啊 对啊 我也是 阿姨 我跟阿福 要赶快回家了 你们也一样 要早点回家哦 大哥哥 谢谢你们 你是男孩子 不能随便哭哦 等一下可要好好的带你妈妈回家哦 阿达 阿达 小哥 谢谢你 没什么啦 阿达 阿达 该走了啦 来不及了啦 阿姨 弟弟妹妹 我们要回家咯 拜拜咯 再见咯 再见 阿达 阿达 你这个老乙子 你是跑去哪里玩的啊 怎么弄得这么晚才回家啊 啊 哎呦 怎么全身都弄成这么脏啊 哎呦 因为 哎呦 这叫我怎么说嘛 见人之德如己之德 见人之失如己之失 老师 老师 阿达 你找老师有什么事呢 没事了 我刚从操场跑过来 看见老师就让老师问候而已了 那你是为了下礼拜的运动会在做练习咯 是啊 老师 你在看什么 老师在看了凡四训的故事 了凡四训 很好看吗 了凡四训是一本可以让我们积功累得 改造命运的书 那是袁了凡先生 为了教育后代子孙所写的四天家训 小时候 老师的爷爷规定我们 每人都必须要读送的书 爷爷常常对我们说 感应篇 了凡四训 安是全书 这三本书在民国初年佛门祖师 印光大师他老人家 一生极力畅印 一教奉行 得起利益的人相当的多 对于个人 家庭 社会 帮助相当的大 因而流传甚广 所以老师的爷爷 要我们每天授持读诵 牢记在心 以此为我们的座右铭 好像很棒的样子 阿达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老师再找个时间 讲了凡四训的故事 给你们听好不好 哇 真的吗 谢谢老师 我一定要跑第一名 嗯 这次的冠军 一定又是阿达 对啊 阿达已经连续两次 拿到第一名了耶 哼 阿达 这次我一定要赢过你 嘿嘿嘿 阿山 我这一次还是一样 要打开你的了 第一名 嘿嘿嘿 阿达 来预决胜负吧 阿达 加油 阿达 加油 Johann İş Satan 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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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终于赢过你了 哼 得意什么 要不是我不小心跌倒的话 你怎么可能拿到第一名吗 哼 有什么要不起 不过是侥幸拿到一次冠军而已 就一个得意的样子 真是让人越想越生气 要不是我跌倒 他怎么可能拿到冠军了 早 早安 阿达 你不要一直跟阿湘怄气嘛 是你自己不小心跌倒的 又不是阿湘害你的 对阿达 你这样是没有道理的耶 哼 这我也知道啊 但是 但是 但是我就是受不了阿湘那一副最为是的样子 哼 人家阿山有没有这个样子 对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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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阿达 你来过什么 阿党 给你 我才不要呢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又不是故意的 是你自己要跌倒的 不是我害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又没有怎么样 你说话 你明明就要 你气我才跑得到第一名 所以就一直故意不理我 你自己跌倒的 又不是我害的 我也不希望这个样子 这 这个 对啊 阿党 阿党说的没有错 对啊 阿党 是你自己不小心跌倒的 跟阿党无关 不应该跟阿党生气 对啊 怎么了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业人 事情就是这样子了 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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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一定要赢过你 阿兰 我这一次还是一样要打败你 和老黑一铃 阿党 来一决胜负吧 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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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党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这样的行为 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因为我们自己想得到 所以 会害怕失去 于是啊 为了自己害怕失去的私心 而不乐于别人得到 甚至嫉妒他人的成功 乐见别人的失败 都是因为这种自私的心态造成的 这样啊 久而久之 不但会使自己的心量变得越来越狭窄 同时啊 也会令自己变得越来越渔失 越来越没有智慧 另外 更会令其他的人不乐于与你相处的 所以啊 当我们发现自己有了这样的错误的想法 以及不正的心术的时候 应该要立即的改正 立即的反省 端正自己的思想 不要让这种错误的观念 继续的误导我们的言语与行为 这样啊 知错不但能改 而且改过之后 会让我们的心量越来越开阔 智慧也会越来越明朗啊 阿达 爷爷这样说 你明白了吗 嗯 爷爷 我知道错了 嗯 哈哈哈哈 阿达呀 在燕国 也为宰相 他的名字叫做薛月 薛月因为贵为宰相 所以把持着朝中的重权 但他这个人啊 心胸狭窄 不能够以平等心来待人处事 而且还常常妒忌他人的才能 德学及修养 正因为如此 所以薛月在性格上 常常都见不得人家好 而且还乐见别人的失败 薛月 他因为担心自己的地位会受到动摇 失去既有的权位 所以他不肯为国家推荐贤狼之事 并且还处处的妨碍他们 使他们不能为燕国所用 正因为如此 不但阻碍了国家的前途发展 也不断的在减损自己的德性 坏了自己的名声 最后呢 终于天路然怨 招致了一些灾恶的降临 这时薛月才有所反省 后来薛月遇到了功名子高 他将《中介经》传授给薛月 教导他修除杂乱 及错误思想的方法 而薛月在看经文法之后呢 也非常的后悔 以前自己的所作所为 并且发誓 要终生受持奉行 《中介经》的教诲 把以前的种种错误改掉 阿达呀 当我们见到他人成功的时候 不但不应该妒忌 反而应该给予认同及鼓励 但当我们见到他人失败的时候 我们不但不会欢喜 并且应该多方地给予救护 以这样的同理心 平等地看待一切 这样才能养成贱人之德如己之德 贱人之师如己之师的美德 阿达呀 这样你明白了吗 爷爷 我懂了啦 阿达 对不起啦 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这么小心眼的 是我自己不小心 又太自私了 才会对你愤愤不平 跟你怂气 请你原谅我 阿达 这几天看你这样子 我心里好难过 不知道该怎么办 阿山 像阿达这么不长理的人 你干脆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还跟他说这么多干嘛 小林 我都知道错了 你干嘛还要这样数落我 阿山啊 这几天真是委屈你了啦 我们阿达不懂事 还要请你原谅哦 伯伯 不会啦 这没什么啦 不好意思啦 阿达每次做错事 都只会在那边装可爱 我哪有啊 不张人短 不炫己长 新来的 你跟阿达回去吧 要不然 不行 我一定要挑战你 让你心服口服 阿达 算了吧 不用担心了 我可是打架高手哦 哦 打架 来吧 阿海学长 你还不死心 好吧 那我就先让你三招 别说大话 比一比才知道 啊 哦 怎么样啊 大灯 刚刚我没战好 你 再来 哈哈哈哈 明明就被我打败了 还不认输 不 不 不管 再来 不 不 咋要本子 还要把剑套子 不管几次都一样了 阿达 可恶 阿海学长太厉害了吧 只好搬出秘密武器拼一拼吧 必 杀 拳 再来 不 快追 快追 阿达 你怎么可以咬人 你这个皮蛋 阿达 屁股变了败了 阿达 对不起 学长 我要我来跟你比一场 阿达 你可以吗 你 有可能吗 不然你们两个一起上好了 惨了 等会 阿达 你好帅 没什么了 刚才是不小心才滑倒的 这次要你好看 看我的厉害 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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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们阿达 能厉害了吧 社团的事以后再说 阿海学长 拜拜咯 喂 喂 阿达 走愈笑了 嘿 阿达 你的衣服怎么脏脏的 又跟谁打架了 又跟谁打架了 哪有 我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是吗 皮蛋 也会敬意勇为 阿达 那你说说看 是怎么个拔刀相助的 因为阿海学长他很臭屁 以及嘲笑新来的同学阿正 还不让阿正加入他们的社团 所以 所以我就跟阿海学长比柔道 后来 后来就输给我了 哪有 我是不小心才输的 是吗 我三两下 你就倒下去了 谁说的 你还不是一样输了 阿海学长输了 那谁赢了 是我同学阿正了 我和阿正去找阿海学长 手向前 腳伸直 过肩摔 好 停 喂 新来的 你想加入我 看你脸白白的 身体小小的 不用两下 就会被我打败了 哈哈哈哈 我不能加入吗 你说你吗 你别想了 回去练三年再来吧 哈哈哈哈 哎 阿海学长 你又要欺负人了 别以为阿正是刚转学来的同学 你就可以欺负人家哦 阿正 你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来啊来啊 谁怕谁啊 啊 谁怕谁 喂 阿达 你很臭屁哦 好啊 放学后见 哼 哦 原来如此啊 嗯 阿达 那 你是因为阿海嘲笑阿正 又觉得自己很厉害 才会跟阿海比柔道的哦 对啊 少林不知道就乱说我打架 哼 哈哈 阿达 对不起啦 哎 阿海啊 你这样的行为不对哦 你不可以因为自己会柔道 就利用柔道来欺负同学 你也不可以看到别人的外表娇小 而去嘲笑他呀 嗯 是 是爷爷 我我以后会改进的 哈哈哈哈 嗯 阿正啊 你是怎么打赢阿海的呢 爷爷 虽然我看起来很娇小 但是我学柔道很久了 真的吗 阿正 你是去哪里学柔道的 什么时候学的 是我爸爸教我的 因为我爸爸是一位柔道教练 在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就开始训练我 他教我柔道之后告诉我 不要常常夸耀自己的长处 更不可以利用所学的柔道来欺负人家 但是如果别人有缺点 我们反而要去帮助他改过 更不可以到处去张扬别人的缺点 阿正啊 你爸爸说的对 教的好 阿达 阿海啊 你们要好好地跟阿正学哦 知道吗 阿里顿爸爸 阿里顿爸爸 我们知道了 阿正 对不起 我知道自己错了 我不应该嘲笑你瘦小 又利用自己的长处来欺负你 你 你会原谅我吗 阿海学长 阿海学长 我会的 我爸爸说乙武会友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朋友啊 哈哈哈 对啊 对啊 不要在意了 我们都是好朋友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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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那我来说个不张人短不限济长的故事给大家听吧 好 你 却总是多谈朝廷施政的事情 尽量不谈他自己的文章有多好 另外呢 又有位叫做菜香的正事家 他不但情正爱民 而且精通正事 但是他对待客人及朋友呢 却总是多谈别人的文章 师傅有多棒 而尽量的不说自己对待乡年有多好 这两位先生啊 不但不会在众人面前欠要自己的长处 更不会在众人面前张扬别人的不适 非常的韬光养晦 功签自持 涵养自己的德性 所以在历史上都能够享有盛名 而且官位也做到了极其显贵的地位 哈哈哈哈 由此可知啊 我们做人呢 要懂得谦虚 不要浮躁浅薄 喜欢炫耀自己的才能 所谓文章不如道德的行仪 才能不如宽宏的气量 只有懂得谦虚 有宽宏的气量 并懂得忠厚自持的人呢 才能真正的享有福 心地安乐就是福啊 嗯 爷爷 心地安乐就是福 所以我们现在都很快乐 嘿嘿嘿嘿 嗯 爷爷 我会慢慢的学习谦虚 把自己的缺点改过来 并且培养宽宏的心量 来接纳别人 让大家都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阿正 你愿意和我一起把柔道社重新整顿 让柔道的精神能发扬光大好吗 嗯 好啊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阿正加油 学长加油 阿达 因为你的帮忙 让我能够加入柔道社 又能够交到阿海学长这么一位好朋友 真是谢谢你了 欸 阿达 你真棒哦 谢谢你 嘿嘿嘿 没什么啦 嘿嘿嘿 没什么啦 嘿嘿嘿嘿嘿 哼 阿海学长你看 阿达他的屁股翘得好刀哦 都可以挂书包了 咯 哼 那里啊 嘿嘿嘿 阿达 阿达 你在哪儿啦 阿达 是我妈妈来了 欸 对不起啊 我要走了 拜拜 呵呵 阿达又要被骂了 哈哈哈哈 哈哈 黑多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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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还是我比较厉害吧 咱快呢 看我的 来哦 大家来吃苹果 哇 是苹果 苹果 苹果 是苹果 哦 是苹果呢 真是难得 大家都拿去吃吧 耶 这个是我的咯 那一个是我要的了 这是我的 又来了 每次都这样 你又是吵一下 阿达哥哥 阿父哥哥 你们这样是不对的 而且你们应该要把大的给别人 小的给自己呢 阿妹啊 说得真是好啊 我们为人处世啊 应该要养成 世事谦让 不与人争的美德 这样才能渐渐渐地养成 知足 甜淡的性情 一个人若有知足 甜淡的性情 自然他的心地就不会处处地患得患失 时时地烦恼愁叹了 因此 因此不知足的人 纵然是生活宽宽 风衣足食 他也是不趁心和不快乐的 哈哈哈哈 现在爷爷就来讲个推多取少的故事给你们听啊 嗯 推多取少 哈哈哈哈 所谓推多取少呢 也就是阿妹 刚刚所说的 大的留给别人 小的留给自己 呵呵呵 哦 原来如此 那我知道了 哎 在慈禧这个地方 有两位读书人 他们两个人啊 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后来啊 这两位读书人都各自得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机会 呃 读书人甲呢 每年的工作酬劳 为黄金九两 而读书人乙呢 每年的工作酬劳 是黄金六两 呃 这读书人甲 很高兴地对读书人乙说 我们两个人啊 在明年的生活上 都没有后顾之忧了 就在读书人甲说完之后的 只见读书人乙皱起了眉头 叹了口气说 唉 兄台有所不知啊 兄台只有大嫂在家 一家子只有两个人 所以九两黄金在生活上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然而我呢 除了我跟老婆之外 还有父母需要奉样 一家子有四口人 唉 所以黄金六两实在是不太够呢 当读书人甲听完了之后呢 便很同情读书人乙的处境 于是读书人甲心里便想 嗯 我们为人应当要常念之足 而凡事呢 也应当要有谦让的美德 以及体谅他人的胸怀 于是呢 读书人甲便开口对读书人乙说了 嗯 既然兄台有这样的困难 那我就把我的工作机会让给你好了 而你的工作就让我来做吧 兄台 谢谢您 谢谢 读书人也听到了之后呢 非常的感动 再三的感谢 拜别而去 过了几天呢 当读书人甲到达了工作的地方呢 有一天 却意外的 在床铺底下 剪造了一本残破不堪的书 而书里头呢 则是记载了一些药方 当时读书人甲 不以为意 然而有一天呢 就在他要回家休息的路上 遇见了几位穿着颇为讲究的仆人 仓皇地向他询问着 先生 您好 请问这里还有没有大夫呢 我们家主人 正要前往山东 担任布政的官职 在路经此地 却罹患了背疮 痛苦不已 但是 却一直找不到大夫 或者是大夫 刚好出远门了 哎哟 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可否请先生帮忙啊 读书人甲听完了之后呢 便忽然想起了 之前所捡到的药书 而里头呢 也刚好有记载着这样的病症 嗯 不然我跟你去看看好了 啊 先生 谢谢您 请随我来 于是 读书人甲便随着仆人前往病人所住的地方 依照药方的指示 给予治疗 时隔数日 果然治好了布政大人的背疮 布政大人非常的高兴啊 于是呢 便拿出了一百两黄金来酬谢他 并且跟他闲聊 在言谈之中呢 布政大人知道了读书人甲 是因为将工作让给了朋友 婴儿才有机缘得到了这个药方 于是的 布政大人大大的褒奖他 而他对读书人甲 这种体谅他人 推多取少的胸襟 更是赞叹不已 而刚好 慈禧的县令是布政大人的池子 于是呢 布政大人大力地保健读书人甲 也就是因为如此 所以读书人甲便受到了拔拙 因而进入了县学 做了生源 这故事中的读书人甲 因为能够体谅朋友 效仰父母的困难 而将多的留给朋友 少的留给自己 这真是做到了推多取少的美德 要知道啊 这多的三两黄金虽然不多 但是 这样仁慈开阔的胸襟 却是千圣马车都比不上的呀 所以 凡是要懂得谦让 懂得体谅他人的人呢 自然能够得到更多 良朋义友的尊敬和赞美 阿达 是 阿辅啊 是 从今以后啊 可不要再为了吃水果而呛成一团咯 爷爷 不好意思了 我以后会注意了 老师说 我们要尊敬长辈 所以 最大的苹果呢 就是爷爷的 这阿妹啊 还真是乖巧呢 阿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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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